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瑶头 今天来一把凯格路士 对上的是弗洛伦 有被弗洛伦打过的人应该都知道 他的浮花非常的空 选出凯格路士应对就是因为有那几秒钟 大招的霸体以及二技能的吸血 利用圣灵召唤跟弗洛伦打持续战 清完兵线等对方主动打舒哈 他们知道麦克斯在不知道我在 是时候了 开启二技能一直普攻 看到对方的血量越来越低 我就知道我们要胜利 麦克斯一个我也一个 舒哈没有拿到已经不再重要 后手都会有优势 毕竟扛着也怪伤害的人不是自己 隔着墙会到吓唬他们 我来了我又不来了 等一个一打一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打得过 先试试弗洛伦的伤害 也试试他的实力 万一打不过就再猥琐一回 打得过就可以狂起来了 见面就可以冲上去砍 他敢反手滑我就开大 太靠近他了 弗洛伦也意识到他打不过 所以得猥琐 打不打我也很乐意 打的话更好 能拿人头 不打我也一样能发育 就算在结束的时候 我也才两个人头 发挥的最大的作用 还拿下MVP 麦克斯开大冲向残水 弗洛伦 只能看麦克斯自己的造化了 我们不能跟也跟不上 多一个助攻 但是麦克斯还是要被刀锋追死 辅助和改杀路也不亏 虽然我的血量不高 利用二技能加大招可以把兵线禁掉 保护住一塔 开个直走居然还能跑 注意到小地图没有 那他要再往南去走 先等到放完技能 大招二技能直接开 直接砍 蓝BUFF也能拿下 第二个人头也终于到手 比分已经落后快是三倍 而且差距会越来越大 偶尔的击射速永远只会停留在2 这一局又要发挥我们的分退本领 残血的一塔直接拿掉没毛病 先把兵线推进去 说不定没有人来守 逆风就要相信一下队友 相信队友能把塔守好 只要高地塔不掉 一切安好 炮车进来 破个二塔只需要三四秒 逆风反叛的号角已经打响 我就赖在下路不走 一个人来我就打 两个人来其实也能打 但是零双开了我就跑 还真敢追 虽然你穿着超人衣服 但是正正打起来的时候 我才是那个超人 开启二技能凤凰点普攻就行 他也是个近战英雄 他也会自己靠近你 跑也跑不掉了 前方还有个光头 金娜好适合用一拳超人的表情啊 先把蓝buff翻一翻 一个人来我是不怕的 有龙骨剑在身上 老牛也可以打一打 队友倒了三个 只要我继续在这里打 敌人绝对会过来支援 让队友有足够的复活时间 两个人来我也不是很怕 四个人来的话也没得怕了 直接倒下 这波死得非常直 耗了非常多的时间 图仁也在开凯撒 完了被看到了 加油 拿下 这一波拿下的暗影凯撒 不要觉得没有用 我们拿了敌人就拿不了 也相当于拖慢了对方的进攻速度 我活了 我又来到了下路 想了一下要不要回城 还是算了 都落后这么多了 现在不拼 等什么时候再拼啊 有一只怕车是满血的 一技能冲进去破斧城州 射我就射不到小兵 炮车一倒 没有必要跑 大招二技能开起来直接硬破 位移还没有CD好 硬打死去 正面有守住 我的好队友 这样子一点都不亏 一个高地塔换一个高地塔 敌人有点被打懵了 现在的差距绝对不是9比21那么大 刀锋跟纳塔亚我都不怕 三个人抓他们两个 开启大招疯狂砍后面的战装纳塔亚 图人一波双杀拿下老牛还敢进场 面对龙骨剑你能扛多久 弗洛人也很纠结 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呢 老牛终究还是撑不下去 剩下两个人就跑了 随着兵线进去破了二塔 开始追击 开启二技能狂打小怪 想用回血来活下去 结局很明显 没有活下去 但是局面已经完完全全打回来了 把兵线清掉 我有直走 追着纳塔亚冲上去 开启二技能疯狂吸血 不但两秒把血量打平 大风来了 我们先撤退 这算进攻还是撤退呢 刚刚我先清了敌方的兵线 现在我翻的兵线直接就可以来 队友都死光了 也不重要 两个高地塔已拿 接下来会很好打 看到人直接上就行 完全不用慌 凯格的后期很强 开始追击 先把大风的助攻拿到手 血量不够 再往后退 伤害已经吃得非常的足 给队友开出一条好路 集合四个队友打魔神凯撒 一个放风 魔神凯撒一到手 这已经完全可以反败为胜 最后一波团战要来了 先把复合甲买出来 再预购凝双宝珠 虽然也不够钱买 现在魔神凯撒走进去 怎么都没有人 跟着魔神凯撒破主宝 没有人敢冲进去 那我来吧 大招二技能一开 敲着敲着 连主宝也一起敲到 前面打得这么激烈 怎么最后一波 一个人都没有死 就结束了呢 到了结束的时候 人头还只是有两个 发挥的作用 远比这两个人头要多得多 所以游戏要赢 有时候拼的不是谁杀的多 靠的是运营 最少的人头数也能拿MVP 带线带死你 逆风还得靠单挑王 听说点赞留言的 不杀人也能赢 好像不太对 能赢 人头数也多 那不还更美滋滋 我是耳耳偷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